画面中的这位女孩 是何炯这辈子最大的痛 当年因为她的一念之差 导致女孩失去了一生幸福 但是我还是会有一点对你有意见 但是因为你当初 就是你一起带出去的女孩 没有一起带回来 刚刚这一幕发生在综艺奇葩大会上 当时何老师在看到男选手上台后 一向好脾气的他竟然全程黑脸 之后何老师竟然还打破了 从业数十年来的温柔人设 当众让男选手下不来台 那么这名男选手与何老师到底有哪些恩怨 原来男选手的妻子是何老师的好朋友吴静怡 吴静怡原本是一名非常有潜力的女演员 刚毕业就在电视剧《明珠游龙》里饰演了皇后张燕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她还多才多艺 钢琴 跳舞无一不惊 正因为她身上高贵显雅的气质 不少观众还把她誉为最美皇后 后来在何老师的介绍下 吴静怡认识了陈汉斌 陈汉斌是一名话剧演员 走过国内外许多名山大川 这一点也深深吸引着吴静怡 不久后 两个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又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吴静怡毕竟是一名影视剧演员 一年大多数时间都要在剧组拍戏 但陈汉斌却是个喜欢四处漂泊的人 两个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2012年 吴静怡为了家庭 无奈放弃了大好前程 还卖掉了房子车子 与丈夫和另外十个人一起 开启了一段不可掉头的环球自驾游 旅行刚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的感情还很好 陈汉斌也非常感谢妻子的付出 但是好景不长 陈汉斌竟然对另一位女队员日久生情 而且这位女队员也有家事 丈夫还在对立 面对周围人的指责 陈汉斌竟然丝毫没有感到愧疚 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 当初结婚太草率了 在一起后才发现两人不合适 之后他竟然直接带着新婚继续旅行 把妻子无敬意留在了异国他乡 很难想象 一个孤苦无依的女孩子 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里 过得该有多艰难 后来这件事传到了何老师的耳朵里 让他十分惭愧 所以当再次见到陈汉斌时 何老师的脸立刻就黑了下来 并当众表达了自己心中的不满 前一段时间汉斌有给我发一个信息 但是我没有回 我必须今天当你的面跟你讲说 我不是没有看到 我就是没有回 但是我还是会有一点对你有意见 但是因为你当初 就是你一起带出去的女孩没有一起带回来 直到最后 何老师都无法原谅眼前这个男人 因为只要看到他 就会想起吴静怡的遭遇 悔恨自己当初没有看清对方 竟然亲手把好友推进了万丈深渊 能让张子峰与全世界为敌的人 估计也只有彭玉唱了 快把我哥带走的发布会上 主持人询问张子峰 那我问一下子峰 如果以后彭玉唱同学 在新的系列 新的妹妹的话 这边主持人话都没说完 张子峰就迫不及待地抢达到 我去演 就是以后 彭玉唱再和戏 他以后有些妹妹 不管多少戏都叫我去 张子峰在娱乐圈里一向十分低调 颇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 但在当彭玉唱妹妹这件事上 他却表现得非常坚决 甚至不惜与全世界为敌 2019年 电影小小的愿望正准备上映 原本定的男一号是彭玉唱 谁料在宣传时 却临时改成了王大陆 彭玉唱工作室为此事距离力争 却依然没能改变制片方的决定 无奈之下只能宣布金约 彭玉唱也因此被电影出名 连海报上都找不到他的身影 面对这种情况 大多数明星可能都会害怕得罪人 不敢站队 但张子峰却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彭玉唱的单人海报 并配闻他的愿望 显然是在为彭玉唱打包补品 其实 张子峰和彭玉唱的关系远比外人想象中的更好 在芒果台综艺向往的生活里 有一次张子峰被陈鹤吓到 立刻就扑进了彭玉唱怀里 后来彭玉唱因为打包打了个喷嚏 张子峰马上贴心地给他拿了件外套 当得知彭玉唱因为荡妻原因 当时离开蘑菇屋时 张子峰表现得非常落寞 这伤心的语气让观众们心疼不如 明天啥时候走 明天 明天得 上午中午晚上 对 中午吃完中饭吧应该 等到第二天彭玉唱要离开时 张子峰又忍不住叮嘱彭玉唱要注意安全 小心你的脚 有这样一个贴心的妹妹 彭玉唱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戏门 不过彭彭也是个护媚狂魔 当被问到什么样的人和妹妹最般配时 她想都不想就表示 没有 后来彭玉唱的身份甚至还得到了张子峰妈妈的亲口认证 自己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也觉得你真的很多事都说妹妹 妈妈挺名义的 真的 要知道 之前张子峰妈妈为了避免女儿早恋 严格控制女儿的交友圈 一旦出现年纪差不多的男艺人 给的全是工作室的联系方式 只有彭玉唱是个例外 虽然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但比很多兄妹更像亲兄妹 张欣逸曾用三句话 揭开了袁洪和孙潇潇的往事 曾经有一个女孩子很喜欢她 就一直想要搞定她 她就一直没有被那个女孩搞定 是这个女孩跟我讲的 后来她就到处 她说我得不到她 我就要毁掉她 我说她是个 然后这个曲名叫袁小妹 在二姐的这段话中 最关键的就是袁小妹三个字 因为这个外号是孙潇潇给袁洪起的 当年她还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动态 陪我的袁小妹出家 2013年 孙潇潇在《少年神探敌人节》里 扮演附加千金童梦瑶 袁洪虽然只是这部剧的特别出影 但孙潇潇和男二号马天宇的关系很好 袁洪和马天宇又是好哥们 因此孙潇潇自然而然就和袁洪玩到了一起 后来 孙潇潇经常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三个人的合影 甚至对袁洪大胆是爱 只可惜 袁洪最后还是选择了二姐张心意 于是孙潇潇就因爱生恨 表示自己得不到的 就宁可毁掉 但其实 上一个被孙潇潇如此对待的人 就是快男出道的苏醒 2017年 同为07快男的王立新就在节目中爆料 孙潇潇之所以这么拼命想进入芒果台 就是因为喜欢苏醒 2007年 当时的孙潇潇还在传媒大学读书 恰好遇上了07快男的出现 其中苏醒就成为了她的白月光 所以一毕业 孙潇潇就向芒果台递出了简历 并成功被选为娱乐极先锋的猪石 四年后 她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 和苏醒有超越一般的友谊 苏醒也亲自为她写了一首歌 只谈心不贪心 并邀请孙潇潇来出演MV女主角 就在两人这一来一往间 许多网友都认为他们已经是恋爱关系 但没过多久 苏醒就发文澄清 表示和孙潇潇是朋友以上 恋人未满 并着重点出了之谈心不贪心 从那以后 孙潇潇和苏醒就再也没有交集 或许是被伤透了心吧